我覺得最大生活就是她本來晚上會 這是誰? 然後我本來就直接按摩 這是誰? 然後晚上就會睡了 然後寫按摩以後就比較知道 要怎麼跟她睡覺跟她玩 然後再來就是我本來 我本來是來寫幫爸爸按摩 然後沒想到剛剛寫到還可以幫爸爸按摩 對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種收穫 對啊就覺得還蠻不錯的 然後對課程的介意我覺得 就是因為我覺得像我已經學了很久了 然後就會有些地方就有一點印象 然後就很想要做暖機 所以我是覺得說我們可以聽懂那個影片 媽媽剛剛有聽到我跟那個玉玉媽媽講到的那個點嗎 對我知道 我是說你是沒有那個上課 可不可以聽過給我答案嗎 我了解 好 因為呢 在我們前幾期也有家長提到這個點 那因為給了父母之後啊 我們就沒有辦法控制那個影片的流向 對 所以其實是整個協會大家說西米講師的一個共識 那其實像媽媽剛剛啊 她就是帶了那個相機來 可是她只照她自己的寶寶全程的那個 她自己幫寶寶按摩的那個部分 是我們可以可以允許的可以通融的 但是如果是老師的 對 這樣子是OK的 那可是我們不能讓就是老師的教學是全程的影片這樣子流出去 那其實對其他的講師也不是很公平這樣子 那這是協會一個不成文的一個規定這樣子 這比較抱歉 不過我們都盡可能的在講義上面有圖片 讓圖片比較清楚 那其實我還是要回歸到原點 就是持續的按摩就不會忘記 可是昨天舒緩他 你的講義是沒有圖片的 舒緩是沒有圖片的 對 那舒緩我有影片 舒緩有影片 對 舒緩有影片放上去 對 OK 因為有一些舒緩我今天有毛鯉 對 舒緩那個小猩猩跟那個小毛鯉我都有放在上面 那兩個 那兩個比較好記 因為有割下 啊哈 啊哈 然後還有 像那個P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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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忘記 的節奏 OK 好 可是我一回家就忘了欸 對不起 好沒關係 那個我再找時間錄一段 好啊 OK 好 啊 愛你的行動機 就是 我去影片要幫你把按摩 嗯 可是他可以來學來科技喔 你可以教他 你可以教他很簡單 你要教大人先告訴我就把他印啊 哈哈 OK 好 好 謝謝那我們來頒獎囉